嗨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手指长于手掌为龙吞龙 性格大部分比较内向 手掌长于手指为虎吞龙 性格大部分会比较外向 这是手掌和手指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 在我们的五只手指之间 一样的也有相互的关系 我们的手指应该出戏有序 主兵相称为家 五只手指 五指代表父母 十指代表兄弟姐妹 中指代表自己 无名指代表配偶 小指代表子女 古书上形容手指相互的兵主关系 这种兵主关系 是根据古代的统计结果 所做出的结论 这个结论所指的是兵夺主 主圣兵 什么叫做兵夺主呢 兵夺主所形容的意思 就是宣兵夺主 这个解释是 声势强大的兵客 占了主人的对位 比喻被外来的次要的事物占据了 兵所指的是无名指 无名指代表配偶 主指的是十指 十指代表兄弟姐妹 十指和无名指一般以两指相称为家 也就是主兵相称 而无名指比十指长 叫做兵夺主 首饰兵夺主的人 代表对于异性配偶 会比较照顾 会听从配偶的意见 听不尽家人朋友的规劝 自己会觉得 常常受到亲戚朋友的气 因此对于家人 比较没有那么关切 理财方面 比较喜欢投机性质的投资 例如股票 打麻将等 但不是赌博 因为尔根子比较软 容易被骗 上当 所以 兵夺主的人 要特别注意 事业和财富上的危机 这就是所谓的兵夺主 也代表运势 比较会受到阻碍 十指比无名指长 代表了主圣兵 首饰主圣兵的人 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 和拥有指挥他人的权利 比较有成功的机会 有希望得到富贵 对于自己的家人 兄弟姐妹 比较照顾贪富 对朋友有人爱之心 对事情能分辨是非 公正处理 但在爱情方面 缺少浪漫 不会说情话 不解风情 使得异性配偶 会有生气的情绪 这就是所谓的主圣兵 古书上说 中指为君 食指和无名指为臣 君臣相配 两指复位 所指的就是 食指和无名指长短一样 为最好 如果手指手掌不相配 或者是手指之间不相配 其他各方面好的话 例如智慧线 事业线等 长得好 那么在运势之间 还是可以互相扶持的 各位好朋友 我们在之前的单元 知道了八卦 前 坎 庚 正 训 离 坤 对 和九宫八卦 前宫 坎宫 庚宫 正宫 训宫 离宫 坤宫 队宫 明堂 八宫的位置分别代表了 七 财 子 禄 田 宅 父 母 等八种福禄 八卦可以说是 东方首相中的精华 西洋首相 看掌丘 东方首相以八卦定方位 掌中八卦与八大丘 各个掌丘的厚实发达隆起 或薄 低线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首掌的十二宫 在古代的首相书上 其实是没有对十二宫 有所发分和阐述 命理学家根据了 紫薇斗数的十二宫 把它运用在首相学上 因此产生了首相十二宫 命理学它的原理 其实是贯通的 在紫薇斗数的基本学书中 把人的博普吉凶 和人的富贵品鉴 分别列为十二类 确定了十二宫的位置后 构成了命盘 再结合各宫的全新组合 和其他的等等条件 来判断十二宫的吉凶 而一旦把紫薇斗数的十二宫 对应在掌中八卦 就发挥了相辅相成的功能 这种对应的发分方法 可以让学习首相的朋友们 对首相研究 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接下来 樊城居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首掌的十二宫 首相十二宫 一 命宫 位置是在首掌中心凹陷部分 是九宫里的明堂 明堂五行属土 属黄色 在紫薇斗数 划分的十二宫里 其中 命宫统辖了 其他十一宫 因此 要看一个人的命运 要以命宫为中心 再来论断 其他十一宫 而明堂 在八卦九宫中 除了明堂要求低洼之外 其他八宫 都是以后世发达隆起 为最好 有一个形容明堂的说法是 明堂动 八宫皆动 主要说的是 明堂气色红论 光泽 柔软 有弹性 代表正在走好的运 运势能平顺 心想事成 因此 明堂可说是 完全可以作为 观察运势 吉凶的主要位置 明堂位置 以低洼又没有杂纹 为最好 命宫位置 在明堂 代表了一个人的精神命运 命宫掌握了近期的 生命吉凶 和人一生的人事胜衰 命宫气色的好坏 也代表了情绪的稳不稳定 古相书云 看掌之法 心看气色 指的是 凡是看掌色 以掌心为主 如果命宫 气色加 色则先论 例如红色 白色 是表示吉祥的象征 代表游喜事 好事 运势方面 平顺 如果命宫 高高隆起 并且色则暗淡 气色不佳 例如偏黑或黄色 必须小心身体的健康 和运势上的不利 命宫不宜出现 青色 紫色 黑色 大红色 这些七色 代表了不祥的象征 二 财伯宫 位置是在 食指下方的迅挂 迅挂五行属木 属青绿色 代表财富 财伯宫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宫位 主七财 也可看桃花运 分音 女生 看财伯宫 可以看出自己丈夫的运气 妻子好的人 丈夫一定赚钱 妻子不好的人一定亏本 这就所谓的七财 如果财伯宫厚实发达隆起 色则红论 就表示这个人是个富贵之人 如果财伯宫薄低线 色则轻或黯淡 就表示这个人的财运往往不佳 一个人不管在好运的时候 或坏运气的时候 都有可能遇见桃花 而当一个人走桃花运的时候 就特别会有相当的灵感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灵感 可以看财伯宫 三 官路宫 位置是在中指下方的礼挂 五行属火 属红色 代表公民 事业 职业 地位 官路宫又叫事业宫 如果官路宫厚实发达隆起 色则红论 是表示一个人的能力相当出众 又很适合做官 在官场上往往能够平步青云 事业上有大的发展 如果官路宫薄低线 色则黯淡 是表示很难当官 一旦当了官也难晋升 有可能被降职贬官 在事业上比较没有大的发展 四 夫妻宫 位置是在昆卦部位连到小纸下方 分音线的周围 五行属土 属黄色 昆卦代表一个人的生死 婚姻 夫妻宫在这个位置 是代表婚姻配偶 是表示一个人的感情运势 以及结婚后的大致情况 如果夫妻宫厚实发达隆起 色则红论 分音线的线纹秀丽 就代表和另一半的关系很好 分音生活美满 如果夫妻宫薄低线 分音线的线纹杂乱 代表分音比较不美满 如果色则呈现黑色 是代表有生离死别之忧 如果是男生未分 夫妻宫色则红论 代表会有桃花韵 5.子女宫 位置是在坤卦部位 到子女线的周围 无形属土属黄色 坤卦代表一个人的 生死分音之外 也代表了母亲和母亲 与儿女之间的得失 感情福报 子女宫在这个位置 代表应得子女 如果子女宫后时发达隆起 色则红论 代表子嗣缘后 子女运势方面也都非常不错 亲子之间的关系很好 到了晚年也能静享天伦之乐 如果子女宫薄低线 有杂纹 则代表与子女原薄 亲子之间的关系不佳 到了老年 无法得到子女适时的回报 6. 奴仆宫 位置是在感情线开头的下方 智慧线上方的对挂 五行属金属白色 代表人员 部属 晚辈 朋友 是表示一个人的领导运势如何 是否有富贵之命 以现代来讲 有人称奴仆为交友宫 因为奴仆代表人员的好坏 是表示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 如果奴仆厚实发达隆起 代表能够遇到贵人相助 能得到朋友部署或完备的助力和尊敬 如果奴仆宫薄低线 则代表自己的自制力不够 能计关系不佳 部署比较没有情义 如果奴仆宫有很多杂文 则容易被小人所伤害 7. 迁移宫 位置是在智慧线末端 下方掌边与手腕处的前挂 五行属金属白色 前挂尚有旅行线 代表父亲与长子 旅行 离响 迁移宫在这个位置 代表搬家迁移 出国 旅游 交通安全等 是表示一个人是否会离乡背景 人生是否会因为环境的变化产生影响 如果迁移宫厚实发达隆起 没有杂文 是代表外出旅行能吉祥 是好的象征 如果迁移宫薄低线有杂文 则代表要注意旅游安全 迁移宫如果出现暗青色 就表示容易有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如果出现大红色代表不顺利 色则如果有些红论或朱砂色 是表示有出国外出求富贵的机会 而且能够顺利 8. 福德宫 位置是在砍卦 五行属水 属蓝色或黑色 砍卦代表根基与主业 福德宫在这个位置代表机会 福德 平性修养和个人财富 是表示一个人有多少的福分 能否得到主业 事业的初期是否能顺利 少年时期运势如何 如果福德宫后时发达 有紫气 所谓的紫气 是指缠快吐司的时候 全身透明的颜色 这是表示一个人的祖德家 有福分能得到祖先的辟印 和贵人相助 财运比较好 生活安逸 古语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众善因得善果 说明了因为有好德心做基础 享福才能持久 这是恒久不变的道理 如果福德宫薄低线 气色暗黑暗黄 是表示这个人福宝 无法得到祖先的辟印 和贵人相助 一生中奔波劳碌 身心不安宁 无法累积财富 有破财的可能 九 田宰宫 位置也是在砍卦 五行属水 属蓝色或黑色 砍卦代表根基于主业 田宅宫是指土地和房屋 田宅宫在砍卦这个位置 代表房地产 家庭运 社交 是表示这个人的祖先 会留下多少不动产 不动产状况或不动产的多寡 家庭状况还有居住环境的好坏 生活是否富裕等等的运势 如果田宅宫厚实发达 有紫器 代表家财兴旺 投资不动产的运气比较好 大部分可以找到具有生殖潜力的房子 如果田宅宫薄 低线 气色 暗黑 暗黄 代表投资不动产的运气较差 房产运不佳 家运可能渐渐的衰败 家产受到损失 十 兄弟宫 位置是在大拇指下 生命线内圆弧融起部位的更卦 无形属土 属黄色 更卦是代表一个人有无田宅 和兄弟姐妹间的感情 兄弟宫代表兄弟姐妹间的缘分 感情和兄弟姐妹运 如果兄弟宫长得厚实 适中 色泽黄或红论 代表精力充沛 身心健康 兄弟姐妹间的相处能够非常融洽 一方面也能够获得兄弟姐妹的助力而有成就 如果兄弟宫薄 低线 气色 轻暗 则表示体力差 兄弟运方面欠佳 无法获得兄弟姐妹的帮助 十一 吉恶宫 位置是在大拇指下 兄弟宫的上方 代表疾病和健康 通过观看吉恶宫 可以大概了解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体质强弱或抵抗疾病的能力和预防灾祸 不过 如果要观看体质方面 就必须再配合父母宫 因为先天体质是来自父母亲的遗传 十二 父母宫 位置是在大拇指下的正卦 五行属木 属青绿色 正卦代表配偶 异性 父母宫代表父母的遗传 父母的运势 父母宫 有人称为相貌宫 主要是推断一个人的遗传基因 相貌 父母特征 另一方面 对于父母亲的婚姻状况 疾病 腐瘦 父母亲对个人 人格上的影响 与父母的缘分 厚薄 关系好坏等等 都可从父母宫来观看 如果父母宫后时发达隆起 色泽红论或黄论光泽 代表遗传良好 遗传到父母亲良好的基因 父母健康 长寿 也能得到父母亲的栽培疼爱 可以享受到父母亲情的福音 事业发展不错 很早就能出人头地 如果父母宫薄 低线 气色呈现青色 代表幼年时与父亲或母亲的缘分较薄 父母亲在早年时期生活环境不佳 可能佳道中落 父母失和 或者是父母有疾病发生 好朋友 首相有十二宫 面相也有十二宫 紫威斗树也有十二宫 它们的原理是相通的 如果你能综合做比对 预测的准确性相对的就可以提高 好朋友们 拇指是五只手指中的灵秀 在东方首相学上 对于拇指的分类 有多种的类型和分析 可见拇指在首相学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在下个单元 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拇指的类型和意义 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